大家好 我是余霧 歡迎再度收看余霧社區電台 我今天要準備開始要來自助旅行 要去一個地方可以深淺浮潛的地方 叫做馬紹爾群島 可是馬紹爾是在哪裡呢 馬紹爾到底什麼地方 來 拜託 主持人跟徐浩平來幫忙 兩位幫忙 是誰這麼大膽千里條條把他找回來 對… 兩位都是專家 你要找什麼 馬紹爾 你找那個赤道北邊 太平洋上面的國際環日線 還真的有環日線 國際環日線 在哪裡 我們沿著這個你看 沿著這個潮流這樣跑… 在這邊 你看還只有字馬紹爾群島五個字 連島都沒有看到 這裡可以深淺嗎 就是都是海車可以深淺 真的是可以深淺 真的… 你看這個 聽說這個國家 在本世紀末 大概就會完全沉到海底下 那到的時候 對啊 你要去要趕快去 現在要趕快去 不然以後去的時候 就… 只能去看水世界 不過這個地方 好像聽說是美軍以前那種 在實驗… 他們有核子釋爆的地方 所以有些島是不能去的 所以去那邊游一游 會被… 沒有… 變成… 浮澀汙染 變成… 變成碧鯛魚 碧鯛魚 但是很好耶 你想想看 在一個那種海域裡面 50年從來沒有被打擾 那些魚長得多大 對不對 進去看真的是 每一條好可怕 那邊不但有鯊魚 還有那個… 我們叫魔鬼魚 那種像那種鴻魚、鴨魚 那個很壯觀 每個潛水者 一輩子能夠看到那樣景象 就是不忘此生了 不過兩位真的是都已經 旅遊過非常多國家 來護照我看看 這樣 你當海關是不是 對… 現在回來了 原來我們漁夫大哥 你看兩本 我已經換了六本了 換了六本 你這個 你是幾個國家了 這個也是好像 一本一本這樣用完 這是我目前正在使用的 這是現在進行式 我這是過去完成式 是 那你這個裡面 比較奇特的國家是哪一個 來 隨便翻一下 隨便翻一下 很糟糕 譬如說… 譬如說這蜜魯 蜜魯 我們會翻一下蜜魯 然後埃及 通常他們的這個簽證 都會貼那種 像郵票類似的印花 對… 那你最難忘的這個… 你去的那種最難忘的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 因為我永遠沒有辦法忘記 外蒙古 那外蒙古 那草原一望無際 我本來以前從小讀書以為 就是戈壁沙漠 蒙古好像風沙片野什麼都沒有 然後真的到外蒙古待一個夏天 我才發現那個 真的是綠的我近視都好了 現在是有一陣子沒去近視又回來 哪有這種事 草原真的是大到那種… 那種草原大到底 完全距離感都失去了 你不曉得 因為你前方你所有眼睛 能夠看到的地方 不是草原就是天空 而且全部都是平的 你實在不曉得說 遠方那小小的一個陽的那個點 到底在多遠 那外蒙古在哪裡 給我們看一下 外蒙古的簽證 事實上很多國家簽證 它是分開 對… 外蒙古要偷偷的撕下來 你最難忘的 我最難忘的是 特別那種落後 像什麼沙哈拉沙漠 像這種 其實外蒙古也是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覺得這些國家 它保存更純樸的一些感覺 那麼像我印象裡很深刻的 像在沙哈拉沙漠旅行的時候 它當地其實那些遊牧民 根本很少看到外人 它連人也很少看到 所以看到你還很親切 就像蒙古牧民 看到你很親切 然後你到它的帳篷 像蒙古包是圓的 那麼在沙拉沙漠裡面的那些 遊牧民族 他們帳篷就方形著 然後但是有共同特色 多半都會養羊 還有駱駝 是 然後對他們來講 這每天它都有的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去騎馬 騎駱駝 跟他一起撿羊毛 好快樂 因為我們從小 去打工 還去幫忙撿羊毛 他沒給我錢 但我是住在他家 吃了奶酪 奶豆腐 我那蒙古簽證撕掉了 但是這是我在蒙古 在蒙古辦那個 中國大陸的入境簽證 從外蒙古進光中原 就對了 對 體驗一下成績思汗 當年的快感 通常那個外蒙古的簽證 也多辦在北京辦 那你最常去的國家是哪一個 我最常去的 我只要可以的話 一個月大概都會去一次日本 為什麼 那地方好玩 我願意去接下釣魚台 沒有 那個地方 那是我們的領土 救私嗎 極樂天國 因為那個地方我覺得真是 所有不管是夜生活日生活 我覺得最娛樂最歡樂的人 我覺得大概就是大阪人 也有業餘 對... 那是業餘 這樣就太狡猾 我順著就說對... 那你最常去的 我最常去的大概就是像 像我留學的地方 像美國是我讀碩士地方 英國是我讀碩士地方 這兩個我大概去的次數最多了 是...那轉機的次數最多的呢 像地區國家來看的話 像這個新加坡啦 曼谷啦 尤其是香港 有的時候東京 這幾個是轉機 有時候一天去三次 對...真的有時候真的煩得都... 有時間也不想出去 坐在那個候機師睡覺 懶得出去 那你們兩個今天來 是帶著什麼樣的寶貝來 你們出國回來 帶著什麼寶貝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包包我還真的是 每一年出去的時候 我只要這個旅行超過 不超過一個月 我大概都帶這一個包包 你這個... 我這個是你們製作單位 準備怎麼樣 我今天要... 這很難看喔 對不起 對 我們知道這個 大哥喜歡這個 造一些特別地方的煙 然後旅行裡面要遇寒 還要帶點這個特殊地方的酒 這樣孝敬一下 不曉得這個漁夫哥哥 有沒有什麼宗教信仰 有... 你信什麼 當然要信回教比較好 娶很多老婆 可以不吃豬肉 我不能得口提議 跟你十月... 十月的時候就要... 十歲的時候就要經過一個 所謂割禮 割禮 不行 現在要來不來得及 OK 那是什麼 這是... 這是我在伊索皮亞 帶回來的一本聖經 伊索皮亞呢 是全世界 在非洲唯一的基督教國家 我們看聖經裡面 出埃及記等等 就是很多是來自那邊的故事 你先看到這個就是伊索皮亞的文字 而且每一張是牛皮喔 這是皮不是紙喔 然後全部都是用手寫 而且是伊索皮亞的文字 你看有的紙張破了喔 它還有縫起來 我來找找看 它這是很天然牛皮的這個紋路 然後它破的地方呢 他們還會就是用那個針線把它縫起來 其實說伊索皮亞我想到我在... 我現在住在美國波士頓 那我那個巷口就有一家伊索皮亞餐廳 然後現在牛排很好吃 但是每次吃我就在想說 吃完以後還可以做書 不錯 我想說到底當地人 有沒有辦法吃到這麼豐盛的牛排 每次去吃都覺得 伊索皮亞餐廳 這個牛排怎麼這麼大 簡直就是死人份這樣 可以餵飽一家人這樣 他騙你的 我去那邊都吃不到這麼好 可能我在難民營裡面 我去做義工 你住難民營 我住難民營 好吃的牛排都運到它 對...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看看你們的這些寶貝 真的是很多 謝謝 只有你有茶 我們都嫁了 等一下來... 我要跟我出去 iPhone 2200 一副社區電台 這個是... 就剛剛那個聖經 還有補的地方 這個... 這你猜猜看是什麼 這是... 一種... 下骨的一種... 降頭的樹 嚇死我 下骨 剛剛我們看到這是牛皮座 對不對 這個是樹皮 這全部是樹皮 然後這是在蘇門達蠟的群島 其實任何一個... 他們這種下降頭的樹 包括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下骨 第二個是解骨 第三個就是醫學 所以這個裡面有包括他們... 這是他們自己... Batak人自己的文字 這是在這個... 夏孟斯島 就是在托巴湖裡面 這個很神秘的民族 也有傳說說 它跟埃及的法老王文化有關係 但是這個還是一個謎 那它外面的這個封面葉呢 是拿這個動物的骨頭所做的 所以這個就是很... 傳統的一個他們下降頭的東西 有...這個有沒有... 什麼問題啊 你明天就知道 我沒有碰喔 你明天就知道 你不早講 還有...這是什麼 這個... 出國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東西不能亂碰 這是不能亂碰 碰了以後了... 沒有...這我都碰過了 那你不擔心 這個又是幹嘛 啾啾 你確定要放那邊 這是人家男生戴在下面 釘子褲 你沒有覺得味道不太對 他這樣發了 對 這樣幹嘛 這是雄尾 雄唱威武 所以你看 這就是我在這個 食人族的那張照片 事實上 我們當時穿的草裙裡面 穿的就是這個東西 對 那這是保護用的嗎 保護而且還有... 我看也有攻擊性的樣子 你這個... 你這個到了沒有國家 你去... 其實這個好 是我們外交部 它另外有一個 為特殊需要做的阿拉伯文加簽 就是把你護照 我們通常首頁就是你個人資料部分 它全部翻譯成阿拉伯文 因為你常常進出阿拉伯文國家的話 他並不承認你的英文頁 他只承認你的阿拉伯文頁 所以常常我發現這一頁 比前面其他頁都還要有用 因為他們看不懂英文和中文 對 他只有靠阿拉伯文 那許耀平你的... 你去過一百... 一百五十幾個國家了 這樣子 裡面有比較奇怪的簽證 像比如說這個... 右邊這個就是伊朗的簽證 伊朗 伊朗 伊朗的簽證 這個字為什麼像蚯蚓一樣 這個下面 其實他... 伊朗他也是呢 用這個阿拉伯文來拼他的語文 只不過他還是保有他們以前波斯文字 但他已經沒有用他以前 類似蘇美人的七型文字了 已經改了 那至於說這個呢 就是保有原來的文字 就現在正在戰亂的高棉 或稱為柬埔寨 這是高棉柬埔寨的簽證 是 所以你剛剛去 從那裡出來就對了 對 沒有踩到地雷 不過最爛的國家是哪一國 你們兩位旅行這麼多國家 最爛的國家是哪一國 你說除了台灣 台灣最爛 不是說真的很多人真的不懂 然後看我們電視那個裡面 怎麼立法院都打成這樣 他以為我們街上更可怕 沒有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當時 我因為在常常 不管是什麼地方 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人大概都不在台灣 是 那我知道最讓我擔驚受怕 是大概中共試彈 飛彈試射那時候 我人在埃及 是 那時候因為沒有什麼資訊 上面的網絡 我每天只能看到CNN上面的那個消息 然後我就覺得 大家都覺得世界上 怎麼會有這麼危險的國家 然後我那時候要回來 然後同學啊 教授他都拉著我一把BT 哭著 不要去 即使那種在戰亂中出來 那伊朗 伊拉克人都說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會衝動的想要回去這樣 他們都覺得我好像 像英雄一樣這樣 你這其實剛好跟我相反 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有一天我一個同學 好興奮跑到宿舍說 Peter I got big news to tell you 我有個大消息要告訴你 我有什麼大消息 他說你知道嗎 你們台灣選為我們今年 這個英國BBC新聞 十大年度新聞之一 我說哪一個新聞 他說就是你們立法院 打架那個新聞 我說這不稀奇 當然結果我一聽你知道 選在什麼十大新聞 原來選在十大體育新聞裡面 對 齊小姐妹 選你運動 兩位都去過一些很奇怪的國家 比如說你這是去哪裡 這個格陵蘭 格陵蘭的克魯蘇這個艾斯基摩人 然後我才了解說 原來艾斯基摩人他們的鼓 是用北極熊的衛魔做的鼓 而且他們打鼓 跟我們印象裡敲鼓面 是不一樣 它是敲鼓邊的鼓背 這一點 然後在後面就是大冰河 這個 這張怎麼在裡面 限制集的 你快看看就好了 這是死海 死海是全身塗成這樣子 死海泥巴 他們常常我們現在 國內好像也有進口 這種泥巴來美容 對 那這個是他 而且在那邊游泳 沉不下去 沉不下去 那這個呢 這是印度 這是在印度 傑普 傑普的這個皇宮 那這個地方呢 充滿了這個 以前他們這個 王朝的 非常壯麗的風格 這個 這一隻烏龜是真的 真的 不是右邊 左邊這還是烏龜 脖子好長喔 這一隻烏龜是真的 對 這一隻 這一隻 雖然我常被人家 教授叫龜號評 但是不是那個龜 這一隻是全世界最大的烏龜 這就是達爾文寫 進化論的那個 Galabagos 就是加拉巴格瓶島 是 是在這個太平洋 應該是到南美洲 這個厄瓜多外海 非常遠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的烏龜呢 它都可以活100多歲 100多公斤 全世界最大的烏龜 是 那這個巨人又去哪裡找到的 這個巨人呢 這個是在比利時的 這個布魯塞爾 他們當地一個民俗捷慶 跟我們的七爺八爺有點像 也是人稱在裡面 是 這個 這個是漁夫先生最喜歡的 又怎麼有我喜歡 這個 你不覺得很特別嗎 這個是 這個是在死海的 不是 這個波濤洶湧的地方 真的 這是在這個巴西的 就是嘉年華會 那麼 葡萄爾爾文叫 就是我們這樣講的嘉年華會 每年跟我們的農曆年 很接近的時間 他們會有這個盛會 然後大家都穿得很少 然後上街呢 非常非常瘋狂的俏舞 是 所以怪不得是 波濤洶湧比較好 來 我們這個 你這個奇怪 你的照片為什麼是跟人家不一樣呢 對 我覺得常常旅行的人 旅行久了 你會有一個習慣就是 就是那個照片太多了 堆積如山對不對 然後又不像 你又覺得 如果都用那種電腦 然後全部輸進去的話 又覺得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大部分 我都只保留這樣的一個樣張 就是每一卷 比如說三十幾張 七十幾張照片 都只在一個樣張上面 我大概都知道是什麼 我真的需要的時候 我再把軟片掉出來 對 所以我這樣的話 比如說我即使有好幾百卷軟片 我大概也就只有薄薄的這樣一疊 然後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都在裡面 幾乎忘記了 所以這一張是怎麼樣 這個是尼泊爾的旅行 然後這一張是印度 你看整個彩度上面就不一樣 你看這邊整個看起來就黃黃的 然後這邊整個看起來就是藍藍 在山上 在喜馬拉雅山殿那種感覺 不過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你們去了那麼多奇奇怪怪的國家 有沒有騎馬出來的經驗 你這個 像你這個是什麼交通工具呢 這個是在松花江結冰的這個 整個的冰河上 那這個就是每年這個大概在哈爾濱 所謂有這個冰燈節的時候 那這個叫做馬拉爬梨 這是東北的一個很特別交通工具 因為它整個河都結冰了 所以我們要從這邊的斯大林公園呢 要到對岸的太陽島 一定要成這個 用馬來拉的這個 好像冰上的雪鞘一樣 是這樣子 這個斯大林公園 是不是要改名了 對不對 現在好像已經不可以再叫這種名字了 不過不同的交通工具好像不同的性格 對… 其實我這邊我想問一下這個余福瑄 還有我們蕭敏先生說 你們喜歡搭什麼交通工具 如果有幾個選擇 有郵輪 有火車 然後你也可以租車 你也可以坐巴士 或者是你可以去坐人家那種貨櫃輪 那你會選擇哪一種 你選擇哪一種 我想我可能會選火車 火車 我喜歡坐郵輪 這個好 這個愛自傳 沒有 我先說火車 其實火車它從那種 17世紀18世紀開始開拓第一條之後 它一直只有兩個目的 就是它要不然就是運送軍隊 要不然就是運送戰犯 所以其實它那種進攻的那種意味 到現在都還很強 所以喜歡搭火車人 其實它也有那種進攻的 工程掠地的那種感覺 它搭火車它覺得它是要 它是要去進攻到一個地方 或者是積極進取 想要去採劫一些資料的安全 有啦 那個電影在拍的時候 男女結婚那個火車就 砰砰 有沒有 但是它同時又很安全 因為火車它是 你看在一個大鐵皮箱子裡面 你不管經過什麼地方 你又不下車 然後你都經過 然後你就覺得你在 是一個局外人的角色 你就只透過窗子 然後看到外面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些這種人比較冷靜 是 那做新聞工作者就非常適合 那我郵輪呢 郵輪的話 郵輪的人其實比較浪漫 因為你看現在 坐飛機多方便 那有什麼地方 不是坐飛機 或者開車可以到的 一定都比較省時間 可是喜歡坐郵輪的人 他生性一定比較浪漫 他會覺得生活品質 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對 所以前幾天我看到 林翠芬她說 你喝三合一咖啡是沒有品味 我就 在電視機前面 我就覺得不對 你看今天果然就還你一個公道 我覺得郵輪其實是要有錢有閒 然後又講究生活品味 比較想要求完美的人 他覺得那種是感覺派的人 說到這個浪漫的話 我就要來調一個叫做 Around the world 這個 這個你去過幾個國家 100... 我去... 沒有 我只去過7、80個國家 7、80個喔 你150個 好 沒關係 我150幾種把你放在一起 對 Around the world 對 好久了 對...他還帶了一些寶貝來 你要帶著這個來泡 iPhone 2200 射區電台 這個Around the world是調... 調這個 我們這個是調的 好久耶 你去過幾個國家 就放了幾種酒在這裡面 這個怎麼比人家那個比較... 好像顏色比較深一點 是不是加那個生榮藥酒 不是你加什麼那種飾物在裡面 飾物湯 真的... 我是一定不喝的 對... 你一定不喝...為什麼 啊 你去... 先喝喝看你們有沒有什麼反應 還看我們有什麼反應 沒有啦 其實我到回到國家 住了一段時間之後 已經養成完全不喝酒的習慣了 對...回到國家不可以喝酒 對啊 不過你為什麼要帶這個酒呢 這個啊 這是要孝敬你的 這個...我想說 我從尼泊文那時候帶回來 因為尼泊文那邊有時候 尤其山區的地方很熱 所以他們都帶這種小的瓶裝 你直接可以塞在口袋裡面的 然後你在路上常常都看到 很多這種瓶子 你看這福特加 這酒精這個... 酒精溶度就是70度 70度 你看這喝下去 很過癮的 對...然後我朋友 我帶回來 然後我就分送朋友 我當然還是自己不喝啦 我認都很壞 然後喝一喝 看一下有沒有怎麼樣 有一天他那個... 對...他那個家裡酒都沒有 就只剩下我送他這個 他又很想喝酒 又半夜買不到 然後他就知道 幾斤猶豫之下 決定把它打開喝 然後他說 他喝的那天晚上好 然後我一直想說 明天早上醒來 眼睛會不會瞎掉 太烈了是不是 遇到吃...喝到假酒 還是烈酒 不那麼烈的酒 要用這個 我伊朗帶回來的酒杯來喝 這個是酒杯嗎 對 這是酒杯 那這個要怎麼喝啊 這個就是倒進去 因為他們這個也是當地的這個 卡什库的游牧民族 他們帶在身上呢 通常就是把它放在這裡面 那有沒有一個篩子可以篩起來呢 沒有 你猜猜看這什麼東西做 看起來很像胃喔 不是... 是硬的 是那個地方嗎 哪個地方嗎 牛的嗎 不是牛的 不是很像嗎 不是 不是 這是什麼 這是駱駝的高丸座 對啊... 我就說大概是那個地方 駱駝的 只是那個下面的部分 下面那個部分就對了 鷹狼的部分就對了 對... 但是因為他們這個 游牧民族一切就是取之於 他們自己生活有的素材 所以我想大家不要覺得奇怪 它上面還有雕刻 不會有味道嗎 皮雕 我看你拿的聞得滿香的 這樣不是很變成A片 那你那個是什麼 OK... 這是尼泊爾 他們用這個 玉鼠鼠的皮所編的 是一個他們當地的苦力的鞭 我跟他帶回來的 但是鞭來做什麼呢 他們可以放的食物 比如他們吃飯 吃東西的時候 他們把食物放在上面 我看他好像還把一些 塑膠繩也都編進去了 反正他附近看到什麼 看得到什麼 就像小鳥在竹槽一樣 有點像 對... 我們這個這樣子 整個的這樣 比如說你出國去 你吃的原則是怎麼樣的 那吃喔 我覺得我什麼都吃 但是就是不喝水 不喝水 不喝水 因為我覺得你 不管是會腹瀉 或者是有旅行者 有一種症狀叫旅行者腹瀉 就吃什麼拉什麼 其實都是因為喝水的關係 會不會還有一些心理因素呢 沒有其實心理因素也有 但是最重要的其實還是水 所以你到哪個地方 你不要喝湯 然後不要喝當地調的飲料 特調的果汁啊什麼 也盡量先不要吃水果 那種水分很多的東西 你盡量就離開之前 自己先帶一瓶礦田的水 自己家鄉的水 然後第一天都喝自己帶的水 第二天分量減半 到第三天再減成四分之一 就開始慢慢的慢慢調整 大概身體大概都會很強壯 那不像是 我覺得這一點小秘訣是 我覺得很有用 我自己到哪裡都用 對 我出國是這樣子 為了適應各種不同的口味 比如說我... 假設我出國的話 就帶一瓶醬油 不管你是什麼菜 我就跟你放醬油 就感覺有家鄉的味道 那我的方法是剛好相反 我是每到一個地方 我一定先去喝一樣東西 當地的啤酒 因為我們都知道啤酒 就等於是當地的水土 兩個東西 因為當地的麥 或者是豆 或者這些東西 然後加上當地的 最純淨的水質 釀成的啤酒 我發現這個對我 還對一些朋友 我發現滿有效 因為你喝當地的啤酒 等於幫助你適應當地的 所謂的水土 好 來 這個你吃的這個 比較奇怪的食物是有哪些 這是在... 這是在蜜魯跟波利維亞交界的 這個滴滴卡卡湖 那麼它這個地方呢 它這一族叫做烏羅族 烏古蹟的烏 姓的四維羅的羅 這個烏羅族呢 他們是住在一個福島上 它吃的東西就是那種 叫做Ritz的一種草 他們用這種草做房子做福島 也吃這種草 它的纖維 那這是我吃過 我覺得在這種植物上很特別的 植物上很特別 不過我知道你吃過這種 那種埃及的什麼 訓人茶是吧 對... 我很喜歡那個薩克拉 那個... 就是我每天... 比如說因為你在那邊 整個吃的羊肉 吃了整個人 連流汗都有羊肉的味道 心山的味道 對...所以好像你吃完飯 尤其天氣又很熱啊 然後天黑了以後想要喝一點那種 覺得好像很舒服的東西 然後把全身那個整個白天 七分八素的那個整個 腸胃全部都平靜下來 那時候他們就會喝一種薩克拉 是一種用牛奶 然後跟椰子一起去煮的東西 還有再加上椰枣啊 加上葡萄乾 把他們看到有的沒有的 通通都加進去 只要是甜的就放進去 那煮起來很黏稠 是... 然後你手這樣拿起來都快 砍溪這樣 有點這樣 很黏稠的東西我就很喜歡吃 然後我常常到一個茶館 然後喝... 然後裡面還有花生啊 核桃 我覺得喝好像覺得滿補的 那喝了一陣子以後 有一天啊在課堂上面那個... 那個...學期快結束了 然後教授... 我以為你流鼻血了 教授就... 他有煙玉的 你不要擔心 對對對 有發洩的地方 對 有一個女教授 她就... 她就問我說 你到埃及這麼久 因為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嘛 她說你覺得... 埃及你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我就跟他說我最喜歡沙克拉 結果突然全班都在笑 因為他們... 我說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都不愛吃嗎 還是... 結果後來他們就說 你喝那種... 婦人產後那種... 產後那種補身的飲料做什麼 原來這樣... 中醬湯 對 我想說這麼久以來 每個人都騙我 都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實話 結果... 我後來我就再也不敢喝了 不過你的口味真的滿特別的 我記得阿拉伯的食物 尤其甜點 我印象最深刻 印度阿拉伯的食物 那甜點真的好甜好甜 又濕又甜 可是一般人真的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 主持人其實她衣服脫掉了 已經發現有潤承紋了 真的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吃在全世界最怪的地方 就是這個伊拉克的貝都英人的帳篷裡面 這邊的人真的是很有趣 我記得到那邊去 然後他們就看到我們去 就殺了一隻羊請我們吃 然後他通常這個長幼有序 男女有別 我們這個主客跟主人 兩個人先吃 他就先拿給我 那什麼東西 就是很特別 就是羊的那個舌頭連舌根 最好的主客一定要吃 我就努力的吞下去 要整隻拿起來吃嗎 那個舌頭 這真的是連了舌根 我就很努力的吞下去 我真的適應力很強 但是那個已經很可怕 但是下一個更可怕 他給我兩個圓圓的東西 真的是養了眼睛 眼睛在外加睫毛 你以為又要找到這個了 你又想到那個太大顆了 我吞不下去 我覺得我跟你 實在是不同國的 我們那種是很淒美 我跟你講我旅行都是苦而流浪季 再外加這個什麼湯姆利潛劑 再加一個那個就是木偶奇遇劑 奇怪 貝都英人 埃及也有味常常見 怎麼他們都只給我吃番茄 對你不夠好 最好的東西還沒有拿出來 最後拿的是 他把這個羊的腸然後打 因為羊他被殺以前 他吃了很多草 然後很多的這個草 已經咀嚼在他的腸裡面 然後他就把這個腸兩邊打個結 直接蒸了以後給你吃 好不好吃 吃草 非常好吃 坦白講 真的 因為他沒有什麼葉綠素 當地沒有蔬菜 他們靠吃羊的這個腸 所以他那個是奉為上兵的三大家養 可是一樣 這羊的腸子好像在蒙古的話 他是先把那個草 他覺得那草不乾淨 然後就把它都先通掉以後 然後把那個血灌進去 然後一樣是兩邊打個結 做成那種香腸 對 類似這樣 對 不過還滿新的 滿新的 真的很新 不過有沒有那種 世界上通行各國都可以吃的這樣 有 這其實大概在幾年前 有一個英國的教授 你知道英國人東西不好吃 所以他都在想說到底 英國東西很難吃 英國什麼都是馬鈴薯 每次開飯 我都不是開飯 就開鼠了 對 他公布了有十幾種東西 是全世界 不管走到哪一個角落 到哪一個國家都吃得到的 所以很多人覺得 尤其阿公阿嬤 官方出去覺得 如果沒有吃中國菜 好像就不行 但實際上有幾樣東西 全世界都找得到 不管到多小多偏僻的角落 是 包括起司 披薩 還有那種你說印度的那種烤餅 那種叫Nung的那種餅 還有那個義大利麵 Spaghetti 還有那種你知道 英國早餐吃的那種Waffles 有沒有上面還加奶油 加果醬那種 全世界都有 還有羊肉 還有咖哩 你沒有聽過任何世界上 有任何一個宗教的人 不吃羊肉的 是 但是其他的肉都有人不吃 還有 有一樣中國的東西 炒麵 炒麵是不管到世界上 任何一個都找得到 以前英文就叫Chow麵 Chow麵 對 炸碎 對 它也叫做Couscous 一種中東的一個食物 有點像是我們的春捲這樣 中東的春捲 至於在水果上面 全世界都找得到的 這很好玩 鳳梨找得到 是 奇異果找得到 芒果有 那喝的部分 咖啡 茶 然後紅酒 還有威士忌 也是全世界不管到哪裡 沒有一個地方沒有 所以這幾樣東西 它公布了以後 我就覺得 其實到哪裡好像都可以活下來 不過我真的感覺 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自己有一個座右迷的原則 就是有時候 你想改變環境 不如改變心境 是 也就是說我們在旅行 既然旅行裡 就是要去體驗 要觀察 要盡量去接觸不同的人 那麼所以食物方面 還有住的條件方面 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從自己的心境上 做個調整 不然的話 可能 再適應再好的地方 你也可能會挑剔 是的 不過我們的 Around the World已經 放在這裡 放了很久 還是沒喝 我們很好 你們還好 我們還好 你再強迫它 我們再灌它 倒是滿好的地方 就是 給大家做一些 我吃泡麵印象最深的是在那種 俄羅斯那種 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 多香啊 沒有 就是泡了以後 然後又很燙 然後就想說 那不然就把它先放到外面 先放到外面 然後讓它涼一下 因為鋼杯嘛 拿那種電湯匙那種 然後就等到一拿進來 發現怎麼拿都拿不起來 那杯子黏在外面 然後冰天雪地這樣 後來那整個好像被烏鴉吃掉了 然後我就收回來 就一個空杯 我以為你把烏鴉也拿來煮了 沒有沒有 不好吃 它吃這樣黏麵你吃那隻烏鴉 來 你說俄羅斯的 這個是你收藏的那個 對…你看 我不抽菸不喝酒 但是你看這邊有一些俄羅斯 它的那個菸很漂亮 就俄羅斯菸 真的真的 你看到發現人家真的是文化大國 就是那種古國 即使連那煙盒感覺都不一樣 就讓我想起來 俄羅斯的郵票徽章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 所以如果去那邊那個價錢都不貴 類似它這個煙盒上面圖案 對 很值得收藏 但是這些煙其實我自己 我覺得我很壞 我去了我就帶了一包那種萬寶路 那種Marvel的煙 然後 因為我本來想說 因為那個地方比較沒有制度 有時候你拿美金或做什麼都不方便 人家就是要 人家就是要美國煙 它還可以拿去轉賣 一根一根這樣賣 那後來用不到了 後來旅行快結束了 我就到那個票庭 然後這樣 一家一家去兜售我的萬寶路香菸 然後就跟它這樣 一包萬寶路換它一條二國菸 反正還滿好玩的 冰天雪地 然後那個大衣裡面 就很像人家那種變態的那種 一打開裡面都是香菸 這個方法真的不錯 如果大家到一些 有些像東歐蘇聯 前蘇聯的國家 當時我也喜歡帶一些東西 他們又很喜歡跟你change 換的 比如說口香糖 換徽章 我換過最離譜的是 一條內褲 換了一隻紅心手錶 你用過的內褲 用過的 他覺得外國什麼東西都很特別 實在是 太壞了 這跟我們不是同一國的 真的 沒有辦法 你也有奧羅斯的 等一下傻言 你也有奧羅斯的 這是在幹嘛的 這不是換來 這不是他那個換的 這個倒是滿深刻的印象 這個在俄羅斯 他們叫做許願娃娃 也就是說這個娃娃 事實上可以一個套一個 那麼在他們傳統來講的話 就是除了像有榮乃大 這種精神以外 最主要是說 他呢是 因為他藏在裡面 你每放一個娃娃 你每許個願望 因為這個娃娃想出來 所以他必須幫你實現這個願望 這我覺得蠻浪漫的 然後尤其他這個又把這個 在一直到戈巴契夫那個時候的 每一位他們的 所謂的這個政治領袖的圖樣 長相放在上 列寧史達林 然後安德洛托夫 赫魯雪夫等等 然後我覺得也有他這種 時代政治意義 在過去的話 我想蘇聯 前蘇聯 是不可能拿他的領袖 來做這樣開這樣玩笑 可見他們這種時代的轉變 我覺得收藏的東西 也可以有這樣好處 我很把領袖全部都這樣 一個一個放在裡面 我覺得這種不叫做許願娃娃 這叫包藏獲星 很有道理 包藏領袖獲星 你糟糕你這個 我會不會被抓去關 對 翻逼著去修憲 沒關係 這個觀音菩薩還保佑你 這是觀音菩薩嗎 這個是我在大陸 長城邊的一個小村子 撿到的 收藏的 不是…那個是一級古蹟 他硬把它拔下來的 這要兩件內褲 那邊那個換不到 不過這個說實在這是 就是我到那邊 我們那時候去採訪嘛 然後車子經過那個村子 我覺得這個村子鸡犬鄉民 跟我很深刻的感覺 我就問一個小販推車過去他 問他這什麼地方 他說我們這兒叫做居庸關村 這個名字多好 後面有長城 然後還有那個火車 後來結果這個小販 看我們要走就 你有什麼 你要不要跟我買點東西 就看他有沒有狐狸皮 都很便宜嘛 十幾二十美金 我就跟他買 買了以後全村的人 每個人都拿自己家的寶貝出來 這就是其中一個老先生 然後每個人買的就是說 你買了他沒買我的 然後我就買買 買到最後那老先生 只站在後面就舉著這個 好像舉著那個毛雨露一樣 就舉著那邊 那我看得很難過 因為他擠不進來 我就走過去說 老先生你這是怎麼樣 你要賣嗎 他說對 然後這個才合台幣大概 差不多才 它是舉這樣高高的 高高的 舉得高高的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這本身 這應該是在北魏時候的 這個石刻 這叫漢白玉的 滿珍貴的東西 但是只有大概一兩百塊 但是就保有當時一個很 很美好的記憶 所以說到這個 除了是 除了他這種用內褲去換一換 一般我們在買東西 要怎麼樣殺價什麼的 我覺得像我剛才 剛才他也提到說 比如說到有些國家 他就是喜歡美國的香菸 美國口香糖什麼的 你跟他攀點交情或聊一下 然後你們這價錢就很好談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人也要厚道一點 有時候你就覺得 想想想看 其實你殺個半天 如果是為了有趣的話沒有關係 如果你真的是為了錢 自己想想看 為了我們的三塊五塊 人家生活也是很辛苦 不如就乾脆一點 不過這個 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想要做助旅行的人 他的這個條件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條件 我覺得很多人都說 因為你是男生 去哪裡這樣都可以 我倒覺得其實不是 除了體力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 你那個胸懷要大 胸懷要大 對 然後 你要本人要有出去冒險的決心 你不能老是好像看電視 你就覺得很滿足 看那種旅遊節目就覺得 好像已經夠了 像我呢 像 你會給他測驗一下 看看 這樣子 旅行有幾個 比如說我問幾個問題 比如說你會不會認床 如果說不是在自己熟悉的床上 就睡不著 認不認人 我就不曉得 認床不認人 就說你換一個環境睡覺 你不會睡不好 比如說我會有些人 他是連那種枕頭套一換的 第一天都睡不著 我還有一個同學 他到哪裡去旅行 他戴一個小毛巾 還是帶一隻小狗熊 Teddy Bell 什麼樣 因為他一定要看到這個 他才睡得著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這樣類似 但我不會這個 我知道群美鳳會 怎麼會想到群美鳳會 就是 你怎麼會知道 他床上 人家好問他 你不要誤會 現在你有沒有辦法 一下子就講出 你五種絕對不吃的東西 很少 很少 很少對不對 那不錯 那你會不會走路 無緣無故 就這樣扭到腳 絆到或疊到手 會很容易受傷 很弱不經痛 一下就黑色 很容易感冒 柔到黑帶的很少 真的 很少 好 那已經過三關了 還有一關就是 你會不會每天一定 至少要講一通 一小時半的電話 我最討厭講電話 最討厭講電話 真的 講電話好像很煩 因為講電話的人戀家 戀家的人就不能旅行 不管是你跟誰講 你覺得每天你就一定要跟人接觸 你不甘寂寞 一個人在房間裡面 覺得好孤單 拿起電話就講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不過這也不適用 因為就是說 你會覺得你的生理期 都比人家嚴重 生理期 這不知道 沒有 沒有 是真的 如果是女孩子的話 有些人這樣真的是 生理期還就是 天崩地裂 對 他講的是那個 男人也會有生理期 那是情緒的 他現在講的比較是 這個生態方面 就是每個月 你們都這麼有研究 又是跟我不同過 對 也好 也好 你太純潔了 那我到底跟不可以去 沒有 那我覺得 除了最後一題之外 因為四個人都是 你只會認床 所以只扣一分 那你還基本上得了四身 我相信你是完全沒有辦法 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是 去旅行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我們幫你背書 能吃 能喝 能睡 幫你背書 我看你要不要先去柬埔寨 來打仗 我先送你到那邊 我先去準備 我先去準備 等一下 我把行李準備好 幫你坐下去 好 來 等一下 220114社區電台 新搖 新搖 去國比賽 好緊張 來 受這菜 換行倒回來 我看你是換行倒回來 現在主持人這麼難當 對啊 太難當 不過真的要出國 不過 行李都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但是我現在要請教就是說 我們要出國自助旅行 一般是要根據 你是說要根據自己的照片 對 我有一個說法就是 你打包準備東西最好的辦法 你就是看著自己的照片 你從頭看到腳 你就曉得你需要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你看你要整髮器 對不對 你覺得你頭髮不舒會亂 那就要戴梳子 戴髮膠 你看到那個頭 滿臉都是青春痘 就要記得戴面泡洗面乳 是這樣子 看到自己戴眼鏡 就想到要戴眼鏡盒子 眼鏡布 你從頭到腳想一遍 我相信就不會缺了 這個 所以我都有遵照你的指示 你看我也拿我的相片 這麼乖啊 你看你行李有些什麼東西 我的相片呢 你行李戴這個喔 你戴出去嚇人喔 這也太大了吧 那你這樣髮膠 不是要戴那種超大瓶 那種汽油桶裝的 或是說真的 有的時候這還是有用 有用 只是太大了一點 真的喔 當電板嗎 對 因為有的時候我會戴一些 比如說我自己寫的書 那小小的 因為有的時候海關會刁難 比如他看我們帶一些東西 甚至有一些植物標本 或一些收藏 他會覺得為什麼你戴這些 你剛剛因為我是作家 我是藝人 我是藝人 我是藝人家 然後你看這是我的書 發現滿有用的 所以你就不曉得 我都是這樣戴出去 戴出去 一路走 一路出去 太搖擺 沒有啦 要那像海報 掛在前面 前面一張 後面一張這樣 兒子大丸喔 那一張 對…我是女夫 算名字就對了 就算名字 不過我們還有什麼 出國要戴很多啦 我們來看看 泡麵 泡麵一定要戴啦 泡麵一個可以啦 不是 戴幾包 兩個也還好啦 什麼 三個 四個 哇塞 素食的耶 這座旅行 所有的口味還有嗎 你是怎麼一個禮拜的 全部都戴了是不是 搞不好你去那邊 根本沒有熱水 我跟你講 可能喔 有些地方根本沒有熱開水 那還不如戴王子麵 直接乾著吃 可是我們… 對不起喔 不會吧 你戴真的太多了吧 這個真的是 一個禮拜的行程都夠了 要不然你出國禮拜 我們是有廣告配合廠商 是吧 我知道這個 一般到沙哈拉上 開啟都沒水喝嘛 對啊 那泡麵就不是很好 水汁比較差 對 但是… 但是有的時候 這一罐也可以 兩罐還可以接受 不過要說還有啊 它核材這裡面五六罐 不會吧 我… 你也帶太多了 去買礦泉水 沒有帶水 一般來講 其實喔 一罐夠了 一罐像剛剛褚之音講 你可以適應一下就好了 第一天 第一晚上的 其他這個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 拿來洗手洗頭 可能都還… 不是 你沒有可能遇到那個 等一下 你真的帶太多 你是要去那邊開雜貨店是不是 今天我們有實品展示會 你說要戴吹風機對不對 天啊 你去當…開了美容院嗎 太大了 這個 我們知道雙手萬能 去旅行的時候 又沒有攝影機 我們就雙手這樣抓一抓 這樣可能就可以了吧 有的時候我們根本不戴吹風機 或者是用摺疊的小的 它是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 有的地方沒有地方插電 還要注意電源 有的地方是220 還有呢 有的地方呢 它的插頭形式千奇百怪 不行 你這樣一說它就每一種帶一隻 那太累了 那更多了 那還是要帶便電器就對了 便電器外 你插頭要帶 不然你這個帶去做裝飾 不要啦 帶手就好了 我跟你講 如果不要帶這個用不到 這個 這什麼 三合一 又三合一 咖啡到哪裡會喝不到 對不對 有可能喝不到 怎麼會 你是非常愛喝咖啡是不是 是啊 那這個得帶 不好 再不太在地方 帶一點就好了 不要帶這麼多 筷子 你帶一雙吃完洗掉就好 你帶那麼多 你只要帶一整排 對 你帶一個就好了 好 開始帶一整排 你用完可以洗乾淨 那還有一樣最重要 通訊很重要 什麼東西 大哥大 大哥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從金木賽可以打回來嗎 真的 沒有 有的 只是有少數的地方 對 美國 加拿大 香港 新加坡等等 但大部分國家接不通 出去旅行 就把這些事情忘掉 對啊 去旅行 你看隨時都還有人這樣摳雞 然後打你這樣 你這樣子還是沒有去旅行的感覺 對不對 我知道最重要的是要 帶書本 這兩本書是一定要帶的 本來 本來想 本來想說 這個又不知道拿出什麼書 既然是拿這個書 我就沒有意見了 就盡量帶吧 這個是我們兩個寫的書 沒有啦 不過說真的 真的 如果帶我 帶旅行有關的書可以 帶一本就好 但是最好 你如果是說隨身要讀的書 我覺得帶是像那種週刊型的雜誌 然後看一看 然後字又很多 看完就可以丟掉 又減輕重量 是 這樣是滿好的我覺得 如果你就跟這個講到 這樣子就重點了 我現在要自助旅行 萬一去了我的語文又不好 對… 那怎麼辦 其實語言不好 我覺得世界上語言這麼多 學不完的 你永遠學不完的 不要擔心 我覺得只要有誠意 就算比手畫腳也會痛 對… 我覺得任何地方都一樣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你想想看 我們從小到大不是常常會看到 很多那種傳教 外國傳教士 他們常常有一個 從小 小時候我很不相信他們那種路邊 然後拉你 然後叫你要傳教 我並不是不相信那個宗教 而是我總覺得怪怪的 一個老外 中文說得這麼溜 國台語說得比我還好 我總覺得好像 好像 我就沒有辦法信任他 我覺得外國人 就應該要有外國人的樣子 對不對 我們在路邊看到人家那種 那種中文一句話不會說 只會說謝謝 對不起 然後你就會很希望過去 然後幫他忙 看到他拿著一個地圖什麼 我們都知道他要什麼 比手畫腳也都會通 所以語言太好 人家會覺得 你是不是有什麼不良企圖 對不對 所以不要擔心 尤其世界各地那麼多方言 你看光是全中國大陸 方言有時候語音也聽不懂 其實語言學不完 你覺得語言要學得完才語心 不會比手畫腳 不會比手畫腳 反倒我覺得他們更想來幫助 語言不會被騙 怎麼會曉得呢 對不對 根本就不曉得被騙 是 不過這個 那兩位這個 我先請教這個 我們的Shopping 你現在你自己在做 這個自助旅行的時候 你基本的配備是什麼 我基本上 在從服裝上開始的話 我會 就是用比較耐髒的衣服 顏色比較深的 那我可能通常 長褲一定是牛仔褲 那短褲會帶很多 因為短褲又好洗 又耐髒 又很方便 然後必要的時候 可以當游泳褲 還可以當睡褲內褲 什麼都可以 然後外衣方面 還可以拿來換 內褲還可以拿來換 多戴幾條 然後通常就是說 如果說有必要 穿一個那種背心 就是比較多口袋的 因為出去很多東西 會丟三落四的 多口袋的那種背心 可以方便你放東西 那另外的話 就如果這個地方 比較炎熱的話 那這個遮陽的帽子很重要 那麼再來的話 就是像我自己 因為會要做攝影的拍攝 照相拍攝 所以器材 底片 還有這些這個影片等等 會準備 因為我還做壓花 那我會先把一些這些 比如飛機上的 這一個正月的雜誌 我先把它厚的衛生紙夾在裡面 那我舉手製了 我就可以壓回來 壓回來我用護背做完 就是一個作品 那通常我是這樣 那至於說 這個所謂的吹風機 我平常從來沒有戴過 用手就好了 那一般基本的盥洗用具就夠了 可是其實穿很久 聽起來好像 還要另外請兩個丫鬟在旁邊 幫你拿這個東西來拿 還幫你磨磨 對… 按摩 戴個書筒 對 我好像沒有那麼複雜 我那個主持人 你有畫了一張是要戴什麼呢 對… 我倒覺得 有些東西 比如說戴個肥皂 肥皂那個便秘的時候 可以舔一舔 這樣可以通便 這有用嗎 有耶 然後還可以塗在鞋子的裂縫 就是比如說你鞋子如果裂掉的話 它可以補起來 然後沒事還可以看到小朋友 還可以吹肥皂泡泡陪他玩 我覺得就要戴這種 有多用途的東西 沒有道理 不要戴那種一個東西 你只能想到一種用途的 這只是舉一個例子 那像平常的話 我大概都是 我只戴一套 穿一套 那包包裡面除了護照證件之外 沒有別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現在買東西很方便 不管到哪裡 你需要什麼買什麼嘛 那你一件沒有的買的話 你看你洗一套的時候 另外一套你就背在背上 然後亮到外面也就乾了 然後乾了就穿 那不乾就不要穿 就是這樣 我都覺得一切從簡 沒有啦 就不要穿一直就穿舊 就穿髒的那一件 對啊 那比如說 有些很簡單的東西 都是盡量越簡單越好 那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有一張那種 討好慘媚的臉 我覺得那比什麼行李都重要 或者是說 充滿微笑真誠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相信 其實我們看外國人也是一樣 如果他今天很和善 很誠懇 那我也會想幫助他 如果沒有邦交的國家 你如何進去 像這麼奇奇怪怪的這些國家 像你們的護照是怎麼樣 像其實到目前為止 你拿的中華民國護照 其實你到哪裡都還很好用 那我覺得只是有時候 你的手續麻煩一點 所謂的麻煩也只是說 他的領事館或者是在當地 沒有在台灣的辦事處 或者是那種商務代表處 那通常他會要求你到 當地的駐台北的那種 比如說台北商務辦事處 去要一個你自己的證明 表示你這個護照不是偷來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自己身分就隨身 帶幾份這種證明 你不用出國再申請 這樣你到時候 直接就可以跟他說 你看我的身分證明已經有了 外交部發的 或者是你說護照的影印本 什麼這種認證的東西 你能夠做的時候 你在台灣就先做了 我想在當地簽證都不會有什麼困難 不過確實是有一些國家 幾乎很難辦到 那有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很想進這個國家 那說實在就是說 還是有些技巧 比如說像阿爾及利亞 我那時候打電話去 我說要去 他說台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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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我電話掛了 那真的是沒辦法進去 那麼我覺得像這些地方 有的是我們不必勉強 那麼我想總會有這一天可以進去 但是有的時候他們的邊界並不是說想像的 這麼的遠 對 甚至他有一些是未定界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機會的 不過兩位的這個簡單的講一下 你們的旅行的這個人生哲學 為什麼這麼喜歡的旅行 我覺得不但旅行是因為我學到一句話 因為常常有人說你這樣旅行 你又常常我不會拿地圖 拿地圖我可能也看不太懂 然後說難道你都不怕迷路嗎 會有在體會到一個道理 不管在旅行 還有我在生活裡面都用了很多 就是說 既然沒有一定要到哪裡去 哪有什麼迷路可言呢 或者是覺得我可以隨性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今天我怎麼走 我不需要受到一張地圖的限制 我不需要受到一張 已經規定好的五日遊的行程 我覺得這是人生裡面很快樂的幸福 很一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旅行的目的 這個是很好的 那許耀平呢 我想就從沙拉沙漠的印象 來給大家一個分享 就是其實旅行到最後真的是 反倒是要你打破一切的繁禮 自己做 好 對… 這個錄音機蠻好的 這個雖然沒有用 但是覺得我可以拿去騙牌 你這個東西